究竟2003年美軍攻打伊拉克是否為了蘇美爾古文明所留下來的神秘武器呢?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 講今集的內容之前也講一下我的新書 上帝的叛徒2 亞特蘭提斯 現在已經接受預訂了 大家可以去我的Facebook專頁留言給我 雖然現在的名額滿了 但我也會有一個後補名單 當之前預訂的朋友沒有確認買書的程序 我會把名額留給後補的朋友購買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在Facebook專頁留言 我會把你列入後補名單 我們講回今集的內容 蘇美爾文明之前我其實在史前古文明也講了幾集 但沒有仔細去講究竟他的科技或文明水平有多高 其實我們現在發現蘇美爾文明雖然是我們人類最早的古文明 但我們發現他的水準和科技未必很落後 甚至可能可以跟現代文明比較 究竟他有哪幾方面的科技或文化水平是值得我們去留意的呢 第一件事離不開就是文字 即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蝕形文字 因為當一個文明要發展下去 他必須將他所研發的知識記錄下來 將知識傳給下一代 所以如果有文字的發展對於一個古文明來說 其實很重要 而蘇美爾古文明正正就是第一個古文明發展了文字 就是蝕形文字 我們看看究竟蝕形文字的樣子是怎樣 現在畫面看到這幅圖的右手邊 尾2尾3這兩行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蝕形文字 你會看到他的結構主要是三角形加直線的構成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時蘇美爾 他們會拿他們土地上最豐富的資源就是這個蘆葦草 把蘆葦曬乾後用勁布壓在泥板上寫 而徑步捏下去就會構成一個三角形結構壓下去的泥板 甚至是一些直線的結構 所以你會看到視型文字的形象比較少曲線 通常比較多直線加三角形的結構 所以這是跟他們用的用具有關 但如果你現在看視型文字似乎都蠻複雜 好像很難辨認的意思 最右邊就是發音,譬如讀過LU字等等 但我們知道發音是不知道意思 那其實是怎樣看意思呢? 其實視型文字嚴格來說 都不是蘇美以最早的文字版本 其實它已經是經過演化 如果你看看這個表的左邊 就是蘇美的象形文字最開始的樣子 譬如我們選一些來做例子 譬如我現在選了這個 如果你這樣看視型文字 你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只是看到一些三角形 有些直線 有些打橫 有些垂直 但如果你看回最初 這個最原初的蘇美 的象形文字 其實你會猜到是什麼 看到是什麼? 這是人頭 可以嗎? 其實是在描述頭部 為什麼最後會演化成這個視型文字 其實很簡單 一個邏輯 就是把這個象形文字 逆時針旋轉90度角 就會變成一個躺在這裡的頭部 即是第二個圖 躺在這裡的頭部 然後一直向右邊演化 就會變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視型文字 而這個視型文字就是代表頭的意思 可以嗎? 再下去了 我們看看下面這一行 如果這樣看視型文字 你也比較難理解是代表什麼意思 但如果你最開始最原初的象形文字 你猜一下這兩片曲線是代表什麼 其實代表水 它是模仿水的流動 好像河流在這裡 一樣用回剛剛的原理 它也是逆時針轉90度角 就會變成一個垂直的水流 然後這個垂直的水流 再慢慢演化就變成視型文字 也是一個垂直結構 直線再加三個人的結構 可以嗎? 那我們再看 再看下一行 這次你會看到這裡有個人頭再加 水流是代表什麼 你猜一下 其實只不過是把上面兩個象形文字 結合放在同一幅圖 你猜一下代表什麼 有個人頭再加水 就代表人在喝水 所以這個象形文字代表飲用 一樣 又是把這幅圖 逆時針轉90度角 就會變成頭睡了 有些水 慢慢演化就會變成這個視型文字 最後再看多一個 大家都猜到這個像什麼 像一條魚 所以這個就是象形文字代表魚 也是 逆時針轉90度角 變成垂直的魚 然後一路演化就變成一個視型文字的魚 所以如果你看回它原本的象形文字 似乎也不太難理解 只不過當它轉90度角 再慢慢演化變成視型文字 你再對比視型文字和原初的象形文字 分別似乎都很大 即是已經把原本的象形的概念淡化了 變成一些符號 以三角形加直線橫線作為一個符號 去代表他們的文字 所以我們會看到原來以往 蘇美爾人就是這樣慢慢 將文字演化變成我們所說的視型文字 除了這個…因為蘇美爾是第一個古文明有文字 除了文字這個發展之外 還有什麼值得我們去留意呢? 第二件事可以顯示到一個古文明的文化水平 當然就是離不開音樂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一個古文明是很進步很先進 衣食住行基本的人類需要已經解決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想一些娛樂或者一些藝術的東西 包括音樂 所以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古文明是有音樂的發展的話 即是告訴他他的水平其實也挺高的 事實上我們發現蘇美爾真的有這個音樂的發展 你說有什麼證據顯示他真的有音樂 現在你畫面看到這個就是在蘇美爾一座很重要的城市 在烏耳發掘到一個出土的古代的琴 你看到現在它垂直地擺放 然後有一些類似的延線的結構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說的樹琴 也是垂直放在那裡 然後有一些延線的 所以它是一個延樂器 即是一個蘇美爾古代延樂器 而很多考古學家也開始發現一些泥板 或者一些滾桶 或者那些圓柱桶上面都刻寫了一些資料 顯示到蘇美爾的人真的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音樂 而在1937年曾經有一個學者 就是來自加州大學 叫做Richard Crocker 他就破解了這個蝕形文字 而這個蝕形文字的歷史有多久? 就是公元前1800年的歷史 那這個蝕形文字破解了之後 原來裡面有一些音符 他可以將這些音符彈奏出來 變成一個古代蘇美爾的歌曲 即是證明他破解了這件事之後 發現真的蘇美爾當時的年代的人 已經懂得作曲 而且作曲的音樂理論很接近我們現代西方音樂 為什麼? 他是用七星音階 因為我們現在西方的七星音階 一般都會相信來自希臘文明 即是來自公元前一千年的希臘文明 但是後來現在我們發現不是 因為剛剛文獻破解的蝕形文字的音符 在公元前1800年 是靠近蘇美爾或者亞術帝國的年代 所以現在最新可以知道 音樂不是源於希臘簡單 是可以再追溯到更加古老的蘇美爾文明 而事實上曾經有一個學者 就是希臘的學者叫菲羅 他本身也說過 這個蘇美爾文明本身是透過音樂去尋求世界的和諧 所以希臘自己的學者都認為 其實他們希臘文明不是第一個文明去發展音樂 而是比他更早的蘇美爾文明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蘇美爾文明 本身已經有一個很高的文化水平 他才會花那麼多時間下去 去發展藝術、發展音樂 是一個古文明有文字有音樂 當然要顯示到他本身的實力或者文化水平 一定離不開他本身的建築 或者建築物的結構 甚至和天文也有關 為什麼呢? 當你定居了 因為所謂要建築就是他們開始定居 再不是由木民族 定居了之後你要奸作 要找製造糧食 奸作過程他必須要觀察天文 去了解節氣 透過了解節氣 然後奸作的時候就會有好的修成 所以古代的文明 為什麼這樣重視天文 和他農業發展有關 而蘇美爾文明本身 正正就是第一個古文明 去發展農業 所以他本身 無論是建築或天文上 其實都很重視 而蘇美爾最重要的結束 當然就是離不開他的七層塔廟 就是現在大家的畫面所看到 而這個七層塔廟 有學者相信 就是聖經創世紀內所說的 巴別塔本身 其實很可能就是蘇美爾 或者巴比倫文明本身的塔廟 而他很喜歡用七這個數字 蘇美爾文明本身 其實跟聖經有點相似 聖經我們也說到 神用七日做人 不是,七日做這個世界 接著有七大天使等等 聖經很喜歡用七 而蘇美爾文明也是很重視七這個數字 而這個塔廟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一層層階梯金字塔 但本身原來他的結構 比例 角度 都有特定的設計 現在你看到畫面的左邊 你就會看到他七層裡面 有特定比例 比如 你會看到這個15 這個比例 13 18 又二分一等等 而角度就是33度 51度 57度 63度 那這些度數或者比例有什麼意義呢 原來是用來觀察天文 因為有考古天文學家去研究這些蘇美爾塔廟的比例 他發現 只要你站在地面 沿著這些角度去看天空的時候 他就會對準天空上面某些星體 所以你可以看成這些 為何要整成七層塔廟 原來就是一種 簡單來說是一個古代的觀星台 他沿著每一個台階 不同的角度 望向天空的時候 就可以幫他對準一些星體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什麼星體 就是塔頂對著天頂位置的星體 對蘇美爾人來說是最重要的 因為蘇美爾塔廟最頂部不是給人住 其實是給神住 給他們所謂阿魯納奇的神去居住 而他們塔頂的位置對準天空上的星體 通常是代表神和星體有關 而這些塔廟最常見 或者最重要對準的星體是什麼 根據學者考究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對準八陽座 即是在某個特定的重要日子 會對準八陽座 當然八陽座是西方的星座 或者我們後期叫的名字 蘇美爾是代表什麼呢 這個星座或者這個星區 原來是代表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神 就是水神恩基恩奇 那為什麼他這麼重視這個神呢 因為在蘇美爾神話中 就是這個神創造了人類 是用泥土做人類的 而且也是這個神 建立了蘇美爾第一個城市 就是埃里都 就是現在伊拉克南部的一個地方 而蘇美爾就是由這個城市 慢慢興起 慢慢建立文明 阿里都這個名字可能不會陌生 因為我之前說幾集關於這個碎差巨型的時候 都說到碎差巨型北線 即是這個北緯29到58分 就是剛剛好貫穿這個阿里都 因為他那條線是怎樣畫出來的 就是由斯西人面象 望向正東方 而這條線就是沿著的位置 北緯29到58分 就貫穿這個蘇美爾的阿里都 所以你會看到斯西人面象的位置 就是埃及的吉薩 最重要的地點 就和艾利都原來同一個位置 所以你會看到地理上的佈局 所以我們會看到蘇美爾也很著緊天文學 甚至我們現在所說的黃道十二公 或者黃道十二星座 所以蘇美爾的文化不是源於希臘文明 因為一路學者考究發現 希臘文明很多東西 甚至天文學原來都可以找回 最終極的源頭是來自蘇美爾文明 就是現在你看到 這些塔廟本身 就和天文學之間的關係 原來是很緊密的 既然蘇美爾的文化 或者文明有這麼高水平 他們當年應該開始想想 如何延長壽命 或者如何醫治疾病 所以一定會發展醫學 而事實上我們會發現 有可能蘇美爾本身的醫學水準也挺高 其中一個學者叫薩加利亞西琴 他懂得看這個線形文字 經常研究蘇美爾的泥版 他有一些個人的解讀 以下的內容所說就是他的解讀 你可能有時候會覺得挺誇張 但我覺得很有趣不妨去聽聽 我分享出來不代表我完全相信他那套 只不過我覺得挺有趣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大家可以多一點想像空間去想想 一個可能性有多高 信不信就大家自己去決定 但他曾經這樣去解讀過 我們看看他如何解讀蘇美爾的泥版 這幅圖西琴教授認為是實驗裝置或儀器的構圖 當然現在你看到這幅畫 其實他原本來自一個泥版 不過泥版本身比較顏殘和模糊 他重新清晰畫出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構圖 你會看到這個構圖是什麼? 有兩個瓶形的結構 西琴教授認為有可能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燒蘋果一類的容器 如果這樣說是一個玻璃構造 玻璃是不是很現代發明呢? 其實也不是的 玻璃在說如果真的可以改變形狀 去吹一個玻璃形狀出來 公元前二百年的巴比倫已經開始有了 但如果再追溯早一點 真正用玻璃這種物料作為器名 其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的埃及人 就已經用了玻璃器名 而蘇美爾文明其實跟埃及文明很相近 無論是年代很接近距離也很接近 大家都是這個肥沃月灣的地區附近 所以如果埃及有機會用到玻璃器名 如果你記得我有一集說這個古代發明 說到這個丹德拉神廟裡面有一個浮雕 有可能說到這個古代埃及的燈泡 而燈泡外殼正正就是玻璃 如果當年古代埃及燈泡 做到玻璃外殼出來 蘇美爾文明可以做到玻璃的容器 也不出奇 所以這兩個好像瓶的構圖 究竟是玻璃瓶還是我們所說的瓦瓶? 即是看你怎樣看 另外他還看到什麼? 他看到下面這幅圖 這幅圖你看到什麼? 他認為類似我們所說的三腳架加本身燈 或者是一個加熱的裝置 譬如現在我們要加熱一些東西 例如我們要加熱一些水 會把水放進燒杯 然後燒杯就會浪在三腳架上 然後放下一個本身燈去加熱 西琴教授認為古代的人都需要加熱 譬如他無論是醫藥的用途還是做實驗 都有類似的結構 當然不會跟我們現在的三腳架一樣 不過他認為有一個類似假的結構 下面放了一個類似加熱的裝置 就像我們現在本身燈去加熱 究竟是不是這樣? 也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他真的有一個玻璃燒瓶 類似玻璃燒瓶 而需要加熱 他們古代人應該都會想到一個假的結構 去放著他 你沒理由長時間用一隻手拿著他加熱 一來拿傷自己的手 二來很累 所以用假去放著這些東西都合理 當然單憑一個平面圖的結構 說他像三腳架 和這個本身燈 也可能要多一點想像力才可以 那是不是對等呢? 我不敢說 大家自己去決定順不順 另外他還看到什麼? 看到一些倒轉的三角形結構 你覺得像現在我們什麼的實驗裝置? 就是像我們所說的漏斗 例如你要過濾一些東西 我們都會把類子放在漏斗上面 然後過濾 所以如果古代人要進行一些過濾的過程 他也有可能類似用到漏斗這些概念 那會不會是這樣? 就這樣看下去結構是有點像的 可以嗎? 所以無論是燒屏也好 三腳架 半身燈還是漏斗這些 都是一些實驗裝置 或者醫學上會用到的 所以西琴教授才會去解讀 這個泥板上面這幅圖 除了這些有趣的構圖之外 他也有另一幅圖 他如何解讀這幅圖呢? 你猜一下 你現在看到一個蘇美爾人躺在桌上 然後有三條曲線向上升 對於薩卡尼亞西琴教授 他認為是在接受一個醫療的過程 就是一個放射性治療 他覺得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 照磁力共振 或者照電腦掃描等等 就是一個人躺在床裡 然後那三條線就代表一些放射性 或者磁力共振的磁場等等的原理 就是照射一個蘇美爾人的身體 當然這是學者個人的解讀 亦是否相信大家自己去判斷 有點像 但一個人躺在桌上 可以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一個放射性治療 會不會真的在睡覺呢? 當然 這個學者有自己的見解 也很正常的 我覺得有趣的是在這裡分享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蘇美爾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了解一下呢? 另一件事值得留意 當然就是服飾 剛剛也說了音樂 因為說了一個文化水平很高的古文明 除了音樂、藝術 藝術都包括服飾設計 他們應該都很講究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 蘇美爾人對他們的服飾設計 都相當講究 現在畫面看到 就是一個古代蘇美爾男性的服飾 畫像 當然也是用泥板重構 他們的服飾設計 你會看到 挺仔細的 你會看到 領口 有一個粗邊的設計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領 好像帶著帽子 一個貼身帽子 有點像我們現在的印度的服飾 你看到嗎? 印度又是中間的三邊緣 是一個粗邊的設計 跟蘇美爾古代的服飾有點像 而且這裡也畫到它好像是另面 有點像是絲綢 也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是這樣 即是顯示蘇美爾的男人應該是一個貴族 他穿得起絲綢 而且設計又這麼漂亮 就算撇除他是不是貴族也好 但已經告訴他蘇美爾的文化水準是相當高 他可以 不是就這樣普通一件很粗糙的衣服 而是他可以設計到跟現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衣服 不是相差太遠 而且頭頂上又帶了一些貼身帽子 當然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印度帽子有些分別 他比較貼身一點 所以你就會看到蘇美爾文明本身 在藝術的發展已經是相當高 這個是男性 蘇美爾女性是怎樣? 蘇美爾女性的頭色都很厲害 現在畫面可以看到這是蘇美爾遺跡出土的女性的頭色 頭是假的 頭是無形的頭 但這些裝飾是真的 你會看到一個類似耳環的東西 其實是掛在頭顏上 這個類似耳環的東西 但這個調下來的類似耳環的物體也相當誇張 外形也挺大的 也還沒完 頭飾上面再多一塊類似樹葉的東西 應該是金屬造的 然後這塊樹葉還沒完 上面還有一些類似星形的結構 也挺誇張 是不是完全誇張 又不是 如果你對比我們現在內地的小數民族 例如雲南的小數民族 他們的頭飾也是這麼誇張 你現在看到他們的耳環很大 然後有頭頂 那頂沒有類似這個 類似這塊樹葉那樣 撐出來後 上面還有一些星形的結構 就像當年蘇美爾那些結構 所以如果你這樣對比 又不是完全誇張 甚至很接近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小數民族 當然小數民族他們是山區 或者大時大節才穿到這樣 你試一下現在尼敦道穿到這樣走出去 我相信你會變成全城的焦點 但起碼讓我們看到蘇美爾當年古文明 他有一定的野金技術 因為你知道如果這些裝飾 頭飾是金屬造的時候 他要懂得野金 才能做到這些裝飾品放在頭上 所以我們只在頭飾 我們已經看到他背後的技術 發展有多高到文明 這個就是無論是男性的服飾 女性的頭飾 都看到蘇美爾文明的藝術 或者野金的技術都相當高 除此之外 也發現有另一個浮雕 而剛剛西琴教授 這個浮雕叫什麼 或者這個雕像 叫做花瓶女神 因為你看到雙手就拿著花瓶 很直接地改名 但特別在什麼 特別在很多學者針對他的頭頂的結構 你現在看到像牛角的結構 但也有學者相信他戴著頂帽 他戴著頂帽也沒什麼特別 特別在他頂帽旁邊有一些管道 有點像現在的通話裝置的喉管 所以剛剛西琴教授有他個人的解讀 就認為這個頭盔不是普通的頭盔 或者不是普通的帽 是類似我們現在太空人所戴的太空帽 或者太空人的頭盔 因為頭盔後面也有一些通訊的裝置 或者喉管 就類似現在畫面看到這個雕像的結構 如果我們側面看一看這個雕像 側面看一看 更加像頭盔 你會看到上面那頂帽的結構 凸出來很大塊 不像普通的帽 真的像頭盔套著頭 而旁邊的喉管是很明顯一折折的 後面好像有個裝置連著衣服 而這件衣服也好像很厚 有點像我們所謂的太空衣 所以西琴教授對比現在我們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 和頭盔 你看到側面圖也很相似 現在側面的頭盔和這個有點相似 很專利 我們現在所說的太空科技應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發展出來 就是美國和當年的蘇聯在競爭 鬥快登陸月球去發展了這個太空科技出來 但是西琴教授的角度告訴你不是 其實在古代蘇美爾有可能 他們都有一定的太空科技的水準 甚至像我們現在的太空人 戴了一些頭盔和太空衣的裝飾 那蘇美爾真的有太空科技 我們不可以單憑這個雕像 就說他有太空科技 似乎會不會對號入座 或者太過無斷 會不會有其他的證據顯示 那蘇美爾曾經有太空科技發展過呢 那一提到蘇美爾的太空科技 那就不得不提一個構圖 或者一個浮雕 就是現在畫面看到 就是在蘇美爾的遺跡找出來的一個石板 上面你看到一個浮雕 看到很多人物 其中一個特別大的人物就是他們的神 向著斜坡走上去 在斜坡的頂部你會看到一個追形的結構 對不對 而追形的結構的頂部有些星形 似乎這個追形是向著天空或者星體去的 另外一個構圖也是一樣 這個重構出來 你也會看到中間這裡有一個圓柱形的東西 不過上面是尖尖的 尖得來他旁邊也有一些星形圓形的結構 這個像是天空或者星空 所以剛剛的西琴教授就解讀這個追形結構 其實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火箭 現在畫面右邊看到 這個就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德國所研發的V2火箭 你對比當年蘇美爾的構圖是有點像的 所以剛剛的學者就相信 會不會其實這個構圖 其實是說當年的蘇美爾人已經發明了 如果類似我們所說的火箭 是可以飛出俄大空的呢 你這樣聽起來相當誇張 會不會想像力太豐富 會不會想多了 是不是想多了呢 又不是完全想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古猶太傳說告訴他 我們聖經裡面所說的巴別塔 不是這麼簡單 他似乎跟太空科技有關 而且也傳聞這個伊拉克戰爭 即是當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 2003年 進到伊拉克的烏爾城裡 他派了美軍去駐守一個地點 駐守了一段時間也不肯走 為什麼呢 因為傳聞他們在那邊發現了古代蘇美爾的神秘武器 究竟這個武器有什麼功能 而和巴別塔有什麼關係呢 究竟巴別塔和太空科技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說一下聖經的巴別塔版本 即是傳統的說法 就是當年這個06 紅水後的 記住巴別塔 因為有些人會撈亂 究竟巴別塔是說紅水前還是紅水後 是說紅水後 紅水後有個角色叫06 他本身就是和神敵對 因為他的名字就是反叛者 他就很驕傲 和一群人在巴別倫 或者我們後來所說的蘇美爾 去興建了一個高塔 而這個塔頂通天 目的就是要傳讓他們自己的明星 即是告訴別人 我很厲害 可以建立一個這麼高的塔 即是要和神齊名 神覺得他們很驕傲 於是就把他們分散全地 然後又把他們的語言變亂了 口音 讓他們不可以團結一起建這個高塔 所以人類就開始分散了 人類的語言也可以分散 即是已經分開不同的語言 但這就是聖經最表面的版本 但在猶太傳說裡面告訴他 其實他有另一個版本 他就說到這個巴別塔本身 不是黏在地面 他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火箭 或者一種飛行器 或者是一個懂得發射的塔 所以為什麼他所說的塔頂通天 不是由地面一路通到天空 他意思是他基本上可以由地面起飛到天空 所以是一個通天塔的意思是這樣的 當然這是猶太的解讀版本 所以右邊這幅圖就是 猶太傳說所說的巴別塔本身是一個飛行器 可以飛上外太空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對比剛剛那個花瓶女神 似乎會不會比較合理呢 如果巴別塔即是一個飛行器 類似我們所謂的火箭 可以飛出外太空的話 那麼花瓶女神所帶的結構 即是頭頂的結構 是一個太空帽的可能性就會提高 即是你會配合如果真是古代蘇美爾人 發展了這個太空科技 巴別塔本身是一個懂得通天的火箭 火箭裏面那些人類似花瓶女神 所帶的帽就是一個太空帽 會不會是這樣呢 似乎西琴教授所說的古代太空人理論 就未必完全沒有可能 那當然 這裏面的猶太傳說是否真的 還是真的一個傳說 或者一個神話化的版本 真實性有多高 這也留待大家去判斷 我之前告訴大家 猶太傳說是有這樣的解讀 認為巴別塔本身不是黏在地面 不是一個普通建築物那麼簡單 它是一個發射器 可以離開地球表面的飛行器 所以配合剛剛的花瓶女神的解讀 就可以解通了一些東西 當然這對大家來說仍然很誇張 因為蘇美爾文明是說 洪水之後 洪水是12,500年 我經常都說這個年份 巴別塔事件應該離開這個年份 不會太遠 所以在這麼遠古的歷史 會不會人類的蘇美爾古文明 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我真的不敢說 但我只能告訴大家 有可能這樣進行這個解讀 接著就要說到所謂的聲門 就是剛剛我所說 就是未有考古學家 或者傳聞在蘇美爾或者巴別倫 發現了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聲門 就是一個可以通往聲制的時空門 行不行? 這個是傳聞 那傳聞怎麼來呢? 原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20年代 當時已經傳聞有考古學家 在當年的伊拉克地區 就是我們所說的蘇美爾地區 發現了一個古文明的傳送門 即是俗稱聲制之門 總之可以由這個門去到宇宙的某個角落 因為這個發現太過震驚 於是就要封鎖消息 直至後來幾十年 很多政府都要派一些官員 或者情報人員 要去到伊拉克去搜證 就是要找這個聲門出來 甚至有提到1941年 英國和伊拉克的戰爭 其實就是想奪得這個聲門 因為當年德國和英國 伊拉克就是爭取伊拉克的主權 或者控制權 就是在這個地方打的 而德國你要知道 他是很相信這個神秘學 因為無論是德國軍部的領袖 希姆來 他本身就是很喜歡一些神秘學的東西 甚至一些古代的遺物 都認為他是神聖 會帶有神秘力量 只要拿到這些東西 他就會打贏仗 因為他曾經 希姆來去找一個聖物 就是聖槍 不是一枝槍 即是聖矛 就是當年刺死耶穌的矛 如果你記得福音書有說 耶穌斷氣之前 兵丁就拿了一個矛 去刺一刺他的肋骨 附近 看看他有沒有死 那個矛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聖矛 或者聖槍 傳聞這個聖矛 因為他含有耶穌的血 他刺下去的時候 帶有耶穌的血 即是這個矛頭上 仍然有耶穌的血液 就覺得是一個聖物 是一個神聖 有神秘力量 所以聖矛一直流傳下去 流傳到不同人的手上 而當年的納粹德軍 希望奪得聖槍或聖矛 因為傳聞只要拿到聖矛 那個人就會打贏仗 而當年德軍就是 在打二次大戰 希望贏這場仗 所以他們要找聖矛 而聖矛這件事 也令人想起這個聖矛 既然他那麼喜歡神秘學 那麼喜歡神秘力量 那麼當年德軍 如果真的知道伊拉克 有這個聖矛出現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派人去伊拉克 去找這個聖矛的證據 或者要找這個聖矛出來 因為傳聞這個聖矛 除了去到宇宙另一個角律 也可以扭曲時空 可以回過去 想回過去去改變歷史 令到當年處於下風的納粹德軍 可以打贏仗 也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為何 這二十多三十年 伊拉克曾經打過兩次戰爭 就是91年的波斯灣戰爭 甚至2003年的戰爭 再加上剛剛所說的1941年 也是這個地區所打的戰爭 這個傳聞把幾場的伊拉克戰爭都拉起來看 原來是不同國家都想爭奪這個星際之門 而去打這場仗 當然我們表面上 政治上是說他們想爭奪這個石油 或者石油控制權 這個一定是 因為伊拉克的地殼下 有大量的石油 但我們也不能排除 除了為了石油之外 如果真的有這個星門 在伊拉克裡面的時候 那星門的價值是比石油更高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所謂的時空穿越 或者是回到過去 所以 記住這個仍然是滯留在傳聞階段 很難去驗證 因為這些只不過是把幾件事拉起來看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最近那次伊拉克戰爭就是2003年 當年SARS同時也在打仗 當時美國就說伊拉克隱藏了這個大殺傷力武器 就說伊拉克、北韓和敘利亞是邪惡俗心國 然後就出師有名地攻打伊拉克 就說要找這個大殺傷力武器 當整個美軍進了伊拉克 產平伊拉克捉了這個撒旦武器 都發現不到這個大殺傷力武器 所以開始有些陰謀論就出現了 究竟美軍盧斯動眾 說到有這個神秘武器 或者這個大殺傷力武器在伊拉克 但為什麼打完一輪仗 產平了整個國家 都發現不到呢? 當年開始越來越多傳聞 所以開始傳聞 當年美軍為什麼要找藉口去打伊拉克 就並非找這個大殺傷力武器 而是要找這個星門 甚至他們認為所謂的大殺傷力武器 其實是一個代號 是說這個星門本身的重要性 是不是呢? 會不會亂吹呢? 又不是亂吹呢? 為什麼呢? 因為陰謀論背後也有少許的證據支持 就是什麼呢? 當時的傳媒發現 美軍當他打贏這場仗 佔領了整個伊拉克 即控制了整個伊拉克 他派了美軍去到烏爾城裡面 就是現在畫面看到 當年很多美軍去到烏爾塔廟 一直駐守了烏爾塔廟 一個長時間 正常你應該打完之後 你應該幫他建立一個當地政府 即伊拉克政府 扶植政府 然後讓政府自己去控制 但當時不是這樣 當時才派了一大堆軍隊去駐守烏爾塔廟 註守了很久 但後來有些傳媒說 看到他們搬走一些東西 在塔廟裡面搬走一些東西 究竟搬走什麼呢? 傳聞他們就搬走了這個星門 搬回美國 然後去研究這個星門的結構 這個傳聞 究竟這個傳聞有多少真是假呢? 究竟這個烏爾塔廟本身有什麼神秘呢? 這個陰謀論又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因為根據古巴比倫的文獻說到 當地中東有兩個大圖書館 一個就是尼尼尼圖書館 裡面收藏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獻 包括以前的買賣契約或者情詩等等的文獻 而另一個很重要的圖書館 就是這個烏爾塔廟的下面 它其實是空心的 下面就是一個皇室的圖書館 裡面是隱藏了一些神秘的訊息 教導當年的蘇美爾人 如何跟眾神溝通 這樣就來了 如果裡面的文獻是教人 如何跟眾神溝通 究竟是不是在說星門呢? 究竟是不是透過這個星門去到眾神的領地呢? 還是一個神通的方法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具體文獻 拿出來給我們看到 只不過古巴比倫文獻說到 烏爾塔廟下面是一個密室的空間 隱藏了一些神秘的文獻 而這個文獻是教導當年蘇美爾人如何跟神溝通 所以那些人就拉過來想 會不會裡面的文獻是說到 如何使用這個星門 或者星門的位置 甚至也說到這個星門的真正位置 就是烏爾塔廟的下面 可以嗎? 甚至荷里活也拍過電影 現在畫面看到 這個就是模仿的星門 其實是一個環形的結構 可以嗎? 環形的結構 電影的名字也叫做Star Gage 不過這是電影版本 但其實它的理念是源自於伊拉克星門的概念 這部電影也很久了 應該是1994年 你可以找回一些碟來看 這部電影說到在遺跡上發現了這個星門可以時空穿越等等 究竟是否在烏爾塔廟下面就有類似這個星門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類似我一集說到這個梵蒂岡的時光機 記不記得嗎? 說到梵蒂岡傳聞他的秘密檔案室裡面 有一個叫Chronovisor的時光機 就是一個神父 梵蒂岡神父 他本身也是一個物理學家 是他研製了這個時光機 透過這個時光機器可以看回2000年前 耶穌釘十架的情景 他聲稱 但我也說過梵蒂岡的時光機 不是可以把人運送回到以前的 只不過可以透過這個時光機進行觀測 去觀測以前發生的事件 但是烏爾或者蘇美爾這個星門就不同了 直接說到一個時空門可以把人類運送到另一個時空 跟神溝通 所以這個是比較大的分別 如果這樣說 似乎烏爾星門是更加厲害的 他把一個人運送到星際某角落 甚至時空穿越回到過往的時代 所以這個傳聞挺有趣 其實傳了很久 由當年2003年打完那場仗 美軍在烏爾塔廟一直不肯撤退 甚至有人觀測到他搬運一些東西走的時候 當然你說搬東西走不一定搬星門 很正常的一個塔廟裡面一定有很多遺物 很值錢的遺物 通常都是這樣 你打贏仗去別人國家 一定是手掠一些東西拿回自己國家 然後放到博物館那裡 通常都是這樣 你現在去大英博物館看到的東西 有多少東西屬於英國 大部分都不是英國 很多都是來自埃及 當年英國在埃及打贏 然後拿回去放到自己的博物館那裡做展覽 當年美軍可能也是在做這件事 可能是在搜掠一些古物物 將它運到美國的博物館 會不會就是這麼簡單 而不是運到一個星門 也有這樣的可能 我們有時候也不需要想到太誇張 或者太過離地 只不過我告訴你 有這樣的傳說 有這樣的陰謀論爆了出來 究竟是真是假 其實很難驗證 因為如果真的美軍在那裡找到星門 會不會這麼容易讓你知道呢? 就應該不會這麼容易 因為他們做的保密功夫一定很高 當然有人自然就會爆料出來 如果當年他運了星門回到美國 那裡面軍部當然會有人口疏 也不奇怪 但是即使他真的運了星門回到美國 那究竟運完後 後續事件是怎樣發生 你也不會知道 因為是一個高度的科技機密 因為你不知道星門 究竟是否我們俗稱所謂的外星人發明 還是當年的阿魯納奇所發明 在我的立場 我很多集都說過 我的立場所謂的阿魯納奇 即蘇美爾眾神 就是以樂書中的墮落守望者 即是墮落天使 因為我講過如果蘇美爾人看到 這群墮落天使 教曉他一些科技 教曉他一些古文明的知識 他們就會當他們神 於是就把他們封為神 變成我們現在所說的阿魯納奇 就是蘇美爾的眾神 如果蘇美爾真的有星門 我也不覺得出奇 因為既然如果真的有這群墮落守望者 他本身是墮落天使 擁有高度的知識 他有高度的科技去做這些星門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用守望者去解這件事 就容易解通 當然你說我用外星人去解不可以 當然可以 始終有兩批人 有人認為阿魯納奇是外星人 外星人做一個超高科技的時空門 一個星門 放在地球 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只不過告訴你 如果蘇美爾古文明可以做到星門 就應該不是古代蘇美爾人自己 可以有能力做到 一定是有些人教他 或者一些超高古文明留下的遺物 留下給蘇美爾文明 這個不知道 所以只不過我覺得有趣 值得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當然將來會不會有更多資料顯示 這個星門是真是假 我也希望會有更多資料 其實這個情況和梵蒂江時光機一樣 都是滯留在一個全民階段 你永遠很難證實那件事 真實度有多高 你當作是一個隨民聽聽 但我只不過告訴你 如果真的有墮落守望者 教人去做一些超高科技 不是不可能做這些科技 既然剛剛所說 蘇美爾在短時間內有文字出現 有醫學的發展 建築技術感高度 又和天文有關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本身的文明 不是野小 那會不會他真的有一個太空科技 是發展出來的 有這個時空門 甚至剛剛所說的 巴別塔本身不是一個塔 而是一個火箭 如果把所有東西串聯來看 似乎又配合 如果真的剛剛那個花瓶女神 是一個太空人 而巴別塔本身根據猶太傳說 是一個火箭 而烏爾塔廟下面有一個星門 可以穿越時空 幾樣東西都跟宇宙和科技有關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趣 還有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當然是真的假 信不信 就讓大家自己去判斷這件事 我今天要分享來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古文明很特別的科技 或者一些超科技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 今天來到這裡再見 星期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